歡迎各位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在週二的凌晨英超聯將會上一場獨角氣 由目前排在聯賽榜第17位的韋詩咸 主場迎戰排第13位的班尼茅夫 韋詩咸在今季開局表現低迷 在前七輪的英超聯賽中 只是贏得一場輸了五場 領隊摩耶斯承受了巨大的壓力 甚至有傳聞 如果在韋詩咸對狼隊一翼裏表現還不行的話 這位蘇格蘭主帥就需要下課了 幸好摩耶斯和他的球員夠爭氣 最後韋詩咸憑著斯卡麥卡和查洛寶雲 在上下半場割建一攻 以兩球擊敗狼隊 贏得這場關鍵比賽後 球隊的士氣得到提震 韋詩咸在接下來的四場各項賽事中 錄得三勝一和的不敗戰績 期間由斯卡麥卡和查洛寶雲 所組成的攻擊組合 雷為球隊建功 展現出極佳的競技狀態 雖然韋詩咸在上一場作客 以一球小負於利物浦 揭觸了他們不敗的勢頭 不過作客輸給爭標熱門 總算得上是衰敗猶榮 如果不是利物浦門將艾利神表現神勇 救出了一球十二碼 韋詩咸甚至乎有機會是搶到分數的 來到今場韋詩咸在主場 迎戰作客防守能力欠穩的本尼茅夫 相信韋詩咸大有機會能夠存取三分 韋詩咸的陣容消息方面 後衛的阿古特和巴西中場 帕基達是因傷缺陣的 至於這場作客的本尼茅夫 他們在1920賽季從英超聯降落去英冠 經過在英冠聯兩年的打滾之後 今季重登英超大舞台 為了避免成為英超星降機 本尼茅夫在下季針對勝地 引入了中場泰華里亞和後衛辛尼斯 去加強實力 這兩位作為本尼茅夫今季 真金白銀引進的球員 自然備受球會的球迷所期待 可惜正所謂期望越高失望越大 市值逸風的泰華里亞 在今季英超上陣了10場 雖然長場正選 上陣總時間位列球隊第三位 但是10場比賽至今 仍然是沒有入球沒有助攻的 至於阿根廷籍首將辛尼斯 他和麥菲咸所組成的中堅組合 發揮未如預期 球隊在今季英超聯的長坤失球率 高達2.09球 新加盟的辛尼斯 具有不可推卸的責任 自目前為止 本尼茅夫在英超聯的作客戰績 是一勝二和二賦 線後大敗在萬城和利物浦的腳下 令到他們的長坤失球率高達3.6球 雖然他們今季作客曾贏過一場 但是對手只是藥女落定咸森林 這場他們再到作客出戰 面對著韋斯坎絕對是不容高估 伴尼茅夫的陣容消息方面 後防的萊特基里 和中場的布魯克斯 是因雙美能上陣的 我是阿斌 多謝各位收聽 好球不等人 立即下載M直播 收看精彩足球籃球的賽事 我們下載M直播 我們下載M直播 我們下載M直播